12月6日,山东旅游发展委员会在美国洛杉矶设立浩克山东洛杉矶旅游推广中心,正式挂牌,庆祝酒会在洛杉矶举行,同时也庆祝济南自洛杉矶正式通行,以及山东赴美旅行首发团抵达洛杉矶。 因为通行把山东跟洛杉矶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大家都知道山东有一山,有一水,有一圣人,可能我们中国历史很多的名人大家都不知道了,可是孔夫子全世界都知道,那你要了解中国的古文化,你要去朝圣,就要到哪里去呢?就要到山东。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直航,通过今天我们洛杉矶浩克山东旅游推广中心的建立,能够把山东带向世界,能够让更多的海外的华人和外国朋友能够去山东,深入的了解我们山东,通过山东讲出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当地政府官员,各桥团社团代表,赴美旅行首发团全体团员,以及在美的山东乡亲出席了庆祝酒会。 这次呢,济南和洛杉矶的同行呢,是山东和洛杉矶的距离,山东和美国的距离,进一把垃圾。 浩克山东洛杉矶旅游推广中心的成立呢,对下一步推进山东和美国,包括洛杉矶加州在内的这个人员交往和企业间的交往,将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山东的企业和旅游人员将会进入美国,同时呢,更多的美国企业和人民呢,到山东的旅游和投资贸易发展,也会越来越多。 我想呢,山东和美国,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呢,发展的,合作发展的空间会很大。 加州呢,山东的最大的贸易宝贝,我想呢,希望呢,更多的美国的朋友,美国的企业,到山东去投资,山东去考察,山东去发展,从山东去旅游去,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山东的文明,体验一下中华文明的发展地。 推广中心的挂牌,是为扩大海外同胞和国际友人,对山东的了解,兴趣和旅游文化的交流。 在这个山东与洛杉矶之间,搭起了这一个桥梁,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希望能够,不久的将来,能够山东跟洛杉矶能够建,关系能够更清楚。 希望通过这个两地的直行,能拉近两国之间人民的友谊,促进中美之间的友好交往,能够使得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 联络处,旨在专注有关旅游文化及鲁菜文化的拓展,促进中美旅游文化交流,为了鼓励更多的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去中国,去山东。 全球新闻,美国洛杉矶报道。